180块钱两张显卡 其中黑色的显卡型号还是比较高的显卡 为什么这个价格可以买到两张显卡呢 因为不知道它是好是坏的 等一下拆开上机测试一下看是不行 先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显卡 型号呢看不出来 现在这些卡呢一般都是品牌机上面拆出来的 再来看这个黑色的 品牌是索泰 型号是10606G的D5 这个卡如果是好的话 现在的价格还值到1000到1500左右 散热板刚刚已经拆掉了 这接口呢有四个 拆开来看上去的话 这外观好像是没有修过的 这外观还算可以 没有太多氧化的地方 现在是芯片的这一面 6个响纯 显纯上面是没有动过的上面有些游记 这游记的话应该是散热片上面的硅胶的一些游记 显纯这边呢也是没有动过的 这边的小元件的话也没看过有动过的痕迹 这是8帧的供电 主芯片这边的话看到也没有动过的 整体的话这外观还可以里面都没有动过 等一下上机看看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话那就很哇塞了 找了个板先试一下这个小的显卡 看看是不是好的 现在是开机了 难道是坏的吗 可以看到已经亮起来了 证明这个小的显卡是好的 具体能不能用呢 等一下转个系统进去跑一下 显卡就知道了 再换这个1060的显卡放上去 因为这个显卡上面呢 没有那个VGA的接口 所以加了一个 HDI转VGA的转接口 插上电源准备通电 开机 可以看到呢 显卡风扇是转的 就看能不能正常显示出来了 屏幕是不亮的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出啊 看一下键盘键盘灯是亮的 证明主板的工作是正常的吧 就应该是显卡没有信号输出啊 古迹显卡是坏的 先拔一下电然后重新插一下显卡 看看行不行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再次通电 开机 还是没有信号 键盘灯亮 主板工作正常的 确定这个显卡是坏的了 那就当坏卡出掉算了 不知道现在这个1060的坏的显卡 现在还值多少钱呢 大家有知道了吗 欢迎留言给我